9月20日,乘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,刚刚结束的余温,Google又马不停蹄的在上海市博中心举办了2018年度,中国开发者大会Google Developer Days。 与去年相比,Google今年举办中国开发者大会的时间早了两个月,在内容方面,则更专注于技术更新和应用开发本身。 显然,这是一场真正地面向开发者的盛会,面向中国开发者第一系列,发布上午9点半左右,大会正式开始。 Google AI资深产品经理梁仙平登台表示,Google致力于在中国市场推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。 为此,Google已经成立了Google AI中国中心,并在中国推出免费的机器学习俗成课程,另外还将开展Google AI机器学习应用动力营。 Google AI软件工程师金安娜则表示,Tesla自发布以来的下载量已经达到1700万,代码提交次数为39000次,贡献者人数为1600人,而在中国区的下载量达到200万次,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为7万多。 在本次大会上,Google针对开发者工具,改进了应用程序和机器学习,做出了一些新的发布。 具体来说如下,在应用程序开发方面推出了Fletter Release Preview 2,它也是1.0正式版本之前最后一个预览版。 Fletter 这个开发工具支持Android和IOS平台,实际上,中国使用Fletter的开发者比世界上,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,包括闲鱼,脑直播等APP。 在Fletter Release Preview 2中,Google加大了对一致性开发的投入,重点关注IOS的性能和稳定性,并大量投入构建了CubeGino Widgets。 借助这个工具,开发者可以开发出满足IOS用户对外观和功能需求的应用程序。 WiOS by Google,出了一系列成型功能,并重新设计了应用体验和UI。 新功能可以让智能手表用户显示最重要的消息和通知,丰富的健康和健身信息,支持智能回复。 另外,在国内,Google与出门,问问,在WiOS by Google,中文版进行了深度合作。 比如说该中文版它在来自出门问问开发的Mover中文助手,双方合作的应用商店和表盘等。 Google方面表示,中国已经是WiOS by Google的全球第二大市场。 针对阿国的开发,Google上线了中文官网,deveropers.google.cnar,可以帮助中国开发者更好的开发AR应用。 在此前火爆一时的猜划小哥小程序的基础上,推出好友同玩模式。 在多人模式下,用户可以和最多七位好友同时作画,即使看到好友的画作,并在每一局之后查看积分榜。 Google表示这个新功能,旨在帮助中国用户以更有趣,更据社交性的方式感受AI。 另外,Google还在大会上面向开发者介绍,The Android 9 Pie,Firebase,Android Jetpiece等方面的动态。 而在大会现场的展览区,雷锋网也参观了Google AI,Android 9 Pie,WeOS by Google,Accord等展示,Google是如何助力中国开发者的。 当然,对于开发者而言,Google除了提供了最基本的开发工具之外,还做了很多应用推广,应用出海,还爱办电话等方面的工作。 如果,为了具体搞清楚Google是如何助力中国开发者,雷锋网在大会现场的部分开发者进行了专榜。 从中一回Google的作为,以专注于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、日语、韩文等小语中的一款AppLinkedil。 为例,Linkedil创始人王主龙,告诉雷锋网,其实Linkedil App一开始面向的就是海外用户, 因此初期就尝试在Facebook和Twitter两个平台去获取用户。 但是依然阻碍多多,而在一次偶然机会下,Linkedil在了解并尝试了Google Play后台Firebase的一些功能之后, 发现它可以帮助自己更好的了解和分析用户数据和用户行为。 提高对用户的认知,从而有助于App能够更加精准地到达用户并得到反馈。 而在用户获取方面,王主龙表示是非常困难的。 Linkedil在去年9月在Google Play首发之后,E1D获得了一批忠实粉丝,并且将其展示在YouTube上,不获得益于应用本身的品质。 这款App在推出一个月后,得到了Google Play的自主推荐,甚至入围Google于2018年7月公布的Android Influence Apps名单。 王主龙表示,在零推广费用的情况下,Linkedil获得了超过350万的下载量,拥有将近17万评价,用户综合评分为4.91分。 与Linkedil相比,雷锋网专访的另外一位开发者,毕业于正大计算机系的陈明泉。 在技术和本地化层面,从Google这里受益很多,陈明泉在2015年8月做了一款您微型色的App。 它可以基于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技术来实现植物的智能识别,号称是花神器。 陈明泉告诉雷锋网,自己一开始用的是AWS的机器来实现后端计算。 并且在模型上也尝试过Facebook的Kaffey Yamashin的MacNet本框下。 后来他尝试了TESFLOW并就用了其中的一些指令集来尝试。 发现后者能够实现80%的识别效率提升,就果断地选择了TESFLOW和Google Cloud。 不仅如此,当行色APPPictureFace的名义进行全球化和海外本地化的进程时,Google也提供了不少帮助。 比如说,行色在对植物进行介绍,使用的是中文的古诗词。 但PictureFace的日文版介绍用的是日本传统的牌具,显得更为本地化。 这一本地化策略就来自于Google Play团队的帮助。 比如说,Google Play日本团队邀请了日本本地用户对PictureFace第一个本地化版本进行体验和反馈。 最终这些本地用户,一类PictureFace提供了大量更为地道和本土化的职务介绍内容。 当然,除了这两位开发者,Google也为其他的中国开发者提供了诸多帮助。 来自Google方面的数据显示,2017年中国开发者的数量增加了三倍,中国开发者在Google Play的收入增加幅度为50%,雷锋网总结与2017年12月的Google中国开发者大会相比。 这次的大会在产品和事项的对外发布层面似乎不那么重磅,不过从雷锋网现场感受到的气氛来看,中国开发者对Google的热情可谓是有增无解,这也可以印证雷锋网的判断,这毕竟是一场面向开发者的盛会。 当然,在Google与中国市场信有的多层面关联中,开发者也在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Google一直在机场的AI for everyone,也绝对找不了中国开发者的支持,这种给予彼此需求的互相关系,毫无疑问也是Google与中国的纽带之一。